這麼偉大的孫立仁將軍 我怎麼可能不記得呢 我還知道他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啊 當時跟他一起服役的有一隻動物 後來跟他一起回到了台灣 就住在木柵動物園 就是大象凌望 而且後來木柵動物園搬家的時候 還幫他做了一首歌 大象 大象 你的鼻子怎麼那麼差 給我太陽 我不能夠 給誰 躲走僅有的權貌 你將投入圍光頭 你將投入圍光頭 沒精神 你獲得 不得 壁 不得 不得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